世界渔业第一大国 如何端牢中国饭碗 呛海洋要食物 这个产业里面最核心的基础就是种业 深渊海装备的发展 自我们建设蓝色粮仓 走向深渊海地盆的装备 发展深渊海养殖 有何深意 又将会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为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更深更远的海域 如何培育渔业芯片的蓝海 辽阔的海洋 孕育着怎样的新制生产力 也好像那个华为 可能有些芯片的研究的周期是一样的 耕海沐鱼建设海上牧场 蓝色粮仓 他们书写着怎样的中国方案 做未来海洋产业的引领证 给粮色粮仓 供应两种粮苗 蓝色粮仓 让浩瀚海洋变粮田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聚制药 喝摘药 对话由赤水和上游 高端酱酒 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伦集团 特别支持 由四座超豪华旗舰 极客009光辉 特别呈现 欢迎大家来到对话节目的现场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海洋有关 中国是海洋大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的渔业大国 漫长的海岸线上 无数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让一望无际的大海 变成一座又一座 让人心向往之的蓝色粮仓 什么是蓝色粮仓 又如何在丰富着我们的中国饭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样的实力 才可以在这片蓝色粮田上 种出让人心动的宝藏食物 好了 今天带着这样的一些好奇 我们开启我们现场的节目 他们都是长期跟海打交道的人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他们 好 韩教授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 被一个关键词所吸引 什么叫蓝色粮仓 蓝色代表的是什么 粮仓又指的是什么 蓝色粮仓呢 它是相对于陆地的绿色粮仓而言的 我们这个地球呢 71%被海水所覆盖 从太空中看的话呢 我们地球是一个微蓝色的星球 因此呢我们依托海洋 所生产的各种生物产品呢 我们称之为蓝色粮仓 蓝色粮仓呢 是以海域和海洋为依托 以这个海洋生物资源为开发对象 以海洋科学技术呢 为主要支撑 海洋给海水苗种 海洋生产资料供应 海工装备 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 海洋水产品加工 等各个产业 那您给大家盘一盘 我们蓝色粮仓的家底 中国呢是一个海洋大国 就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管辖海域面积呢 是300万平方公里 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 是6500多个 海水养殖面积呢 大概是3000多万亩 海水养殖产量呢 是2200多万吨 每年呢我们海洋捕捞产量呢 大概是 去年是232万吨 近海捕捞产量 950万吨所有 每年呢向我们国民呢 提供了大量的 油脂水产品 为保证 国家的食品安全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所谓的近海 和深远海之分 这个是一个距离上的概念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三个维度考虑 第一个呢就是 海岸的距离 一般两公里到三公里以上 第二个水深 按照我们国家呢 一般在15米到20米水深 才能称之为 食源海洋质 但是这个 目前我们国家 食源海洋质的面积 还比较小 这个产量还相对比较低 目前我们 食源海洋质 去年的这个产量 大约是 不到40万吨 39万多吨 在我们整个海水养殖 这种产量得不到20% 看来要挺进深远海 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它一定是 对我们有着多方面的考验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三位 我们举手表决一下 已经去到深远海的 请举手 三位都去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三位出发的时候 他们的行李包里 到底带了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 来 我们看一下 大屏幕上的图片 我们中国老话说 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咱们既然要挺进深远海 我们的装备必须要过关 陈总 您先带着大家来 看一看您的装备 这是我们这个 航驾驶网 像那个航艺一号 它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养鱼的 现在用它来养鱼了 对 这个技术升级在什么地方 是技能化 主动化这一块 还有传感器 包括现在这个 生活那个条件 包括办公的场所 都可以在这里 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容积是六万方 六万方的我们整个造价这块是4000多万 不超过一粒方水的1000块钱左右 另外我们可以养1200吨鱼 我们设计的养殖的最合理的是在 一粒方水养20公斤的鱼 所以整个养殖这个 一年是蛮高产的 他们也从当时的这个小屋子 搬到了看起来应该是豪华的大别墅的这种感觉 是吧 对 其实对我们挺进深远海来说 有几种不同的饲养方式 应该不是整齐化一的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吧 实际上现在那个深远海养殖这块 我们最做的是第一代网香 是那个比较传统的那个鱼排的网香 但是我们那个2006年 那个是远近挪威进口的 就是那个重力式网香 就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代的网香 后来我们又搞了那个就是1.5万番的 寒假式的 有3万番的 这个是今年那个6万番的 不断迭代 不断迭代 那你们当时从国外进口的那个网香 比咱们自己平时之前用的 要贵多少倍 原来那个进口的网香 大概贵在5倍左右 为什么敢下这么大的决心 花这么大的价钱 因为那个我是05年去挪威 参观的时候看那个挪威 它养三文鱼这个网香 三文鱼的网香 我感觉它的效果特别好 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 所以我们原来那个网香养殖这块 都是传统这种鱼排 比较粗范和粗矿的 所以这个比较密集的 所以06年近就开始那个养这个 刚才这个让大家大开眼界 你会看到今天在深远海养鱼 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但我们另外两位嘉宾 还没展示他们的装备 也许同样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来 这个是我们山东海洋集团 投资建造的 更海一号一期项目 这个网香离岸有两公里 然后它是由一个三瓣花的一个造型 从空中看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的养殖水体是三万方 然后投资是6900万 它的优点就是融合发展 纹铝结合在一起和渔业 这种结合将把海洋资源充分地开发利用 整个的养殖收入和纹铝的收入 现在是旗鼓相当 在这个网香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实验 首先我们要验证深海这个工况条件下 装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同时我们还测量 测试大量的一些自动化 智能化的一些装备 还有就是在深沿海养殖的鱼种 使用什么样的鱼种是最合适的 再就是在养殖过程中 我们大量地收集这个养殖的数据 因为下一步要规模化生产的话 这个养殖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产业的发展呢 是需要更多社会的各方面去关注它 所以也让大家能很方便地登临这个网香 去共同去研究它 关心它 蔡总您和海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就拿刚才这两个装备来说 您更喜欢哪个装备 我应该两个都喜欢 两个都喜欢啊 这个是我们19年投放在广东珠海的 一个行家宿半选宿的一个网香 1.5万立方水体 总造价是3000万 为什么那么贵呢 因为我们加了那个功能 我们有个波浪发电 在这个装备上的话 我们农员就做给做足了 就不用再去安发电系统了 应该也是中国第一代的 那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装备 所以从装备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也听一听两位专家的看法 你们觉得他们所打造的这样的装备 如果跟国际上先进的一些 海洋大国来相比的话 我们还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差距 深渊海内的装备 就在我们国家近几年才兴起来 这样以烟台为例吧 这个烟台的海洋牧场的建设 最早就是从我们海空装备 以上是从魏龙的根海一号来起步的 深渊海装备的发展 是我们建设蓝色粮昌 走向深渊海必备的装备 它实际上是我们国家 整体工业实力向鱼业转化 转移 助力这么一个过程 深渊海养的装备 我们和深渊海水发达的那个挪威 差距影影不大 我们从1998年开始 引进挪威的第一窟深水网乡 就是在海南岛 所以从现在我们走过来 28年的历史 这个经过28年的发展 我们从海南 广东到福建 浙江到山东 这个装备技术发展非常快 去年我们看了浙江的一些养殖装备 差不多 水平差不多 当然整个的这个过程观点 还有一段距离 自动化程度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 在2023年的6月 农业农村部联合了八个部门 推出了关于加快 推进深渊海养殖的意见 我们想请教一下韩教授 这个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它的指导意义又将如何体现 这个2023年6月份 农业部联同工信部 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位 联合发布了这个加快 实施深渊海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这个意见非常及时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深渊海养殖吧 从1998年起步 真正快速发展呢 是在2010年以后 近些年呢 我们这个深渊海发展呢 面临着这个空间布局优化 基础装备更新换代 苗中培育和整个的监管 调控这一块 都需要国家的宏观管理 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协同管理 这个意见呢 它不禁强调了这个深渊海养殖的意义 而且对于我们国家 这个整个深渊海的 这个养殖的空间布局 这个产业的培育 技术装备的更新 和这个整个这个深渊海养殖的 标准的制定等等 都做出了一些总体部署 另外就是这个苗中问题 苗中问题现在 一样之地这个深渊海养殖的 苗中比较单一 你看从浙江到福建 基本上是一条大黄鱼 是吧 这个如何通过苗中的培育 增加这个养殖的品种的种类 这对于丰富我们这个 拉萨良堂的这个菜篮子 应该说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 是 教授刚才提到了 我们已经收获了很多的成就 以及令人心动的前景 但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难题 在考验着我们 虽然我们中国的水产的产量 连续30年排名世界第一 在中国老百姓的动物蛋白的消费当中 30%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水产蛋白 看上去市场前景无限的美好 但实际上挑战也无处不在 我们今天挑选几个挑战 来看看三位是如何跨越这些挑战的 好吗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挑战 在蓝色粮食的右上侧 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叫芯片 对于农业来说 种子就是它的芯片 而对于我们的水产业发展来说 鱼种同样也可以称之为芯片 陈先生您在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 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芯片现状 您会如何来描述 刚才那个杭教授也讲 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 最核心的基础就是种业 整个中国那个养殖这块 产品还是比较单一的 特别是那个森严海养殖 我做这块 只要是以那个做种虾和种鱼开始 我们是从2002年开始做那个种虾的 因为那个种虾这块 原来我是98年开始进口 我们原来进口的种虾很贵 一对虾就要2000多块钱 只要来自于美国的 因为那个进口那个第一个是贵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周期比较长 因为它是有那个季节性的 因为进口回来呢 还要曝光曝检还要国离 但是最核心的关键呢 所有的那个种虾都来源于外国的 我们国内原来是没有这条那个种虾 都是美国或者是那个泰国进口 我们做研发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要花多少钱 要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 实际上你问到了核心问题 因为这条种虾呢 它研究呢 那个周期比较长 它一定要通过六代的选业 那个才有诸国去申请是中国的这个种虾 我们做这条种虾的时候 当时我和那个中山大协和中国海洋大协 包括那个珠江所海洋所 几个研究所那个在商量 我说我一定要做这条种虾 一般专家和我讲 他说那个我们现在中国那个一种体系 就是种虾的选与体地还是空白的 他说只有原来那个就是黄海索 在做中国那个中国对虾 中国对虾 他说南美白对虾是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品种 虽然养殖了好几年 但是我们这个种这个显益是一个空白的 我说就是空白也要做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有时候农民 我的农户那个需要苗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在美国那个进口的种虾呢 它是个厌食剂里 有时候还不一定有那么多种虾给你 所以直接就剂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那个发展 所以那个当时我就一定要来干这件事 但是那个专家就和我说的 说干这件事的那个时间周期比较长 我说长也要干 专家当时预期这个时间周期得多长 他说大概要八到十年 八到十年 八到十年 就这样的一个时间摆在您的面前 您还是义无反顾的要继续投入 对 所以那个因为我是看到我们一个产业那个危机感 我总是感觉博主卡在别人的身上 说实在话 种虾的来源 技术体系 原材的架构 资金投入要多少钱 也是一个难题 我干的时候呢 他们说这个你第一年可能要一千万左右吧 我说一千万左右也要干 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第一年是花了一千多万 我们当时是这个从不同的国家拿到了那个五个加息的那个虾 来做这个那个来显益的 边做一边在探索 探索的但是这个说实在话也是很信任的 后来那个我2022年呢 又承接了就是这个国家的863种业基地 因为原来国家863种业基地呢 一个那个北方基地 一个南方基地 北方基地呢 是在那个青岛 由中科院的那个海洋所来承接 我的那边呢 是由我一家免疫企业来承接呢 也是开了那个中国免疫企业的先后 我们2002年开始到了2010年 拿到了一个那个中国的第一条种虾 就是中心一号 也填补了那个国内的那个空白 我当时建这个基地的种业基地 我第一年就花了1.28个亿 现在就不急了 现在那个整个基地这块投了好几个亿了 但是这里就说种虾做出来了 也做出了好多条鱼 也听一听 蔡总您自己在水产品的育种过程当中 有过一些什么样的经历 这块的话 我应该有一定的花以前 为什么呢 我做育种已经做了20多年了 第一个案例 国家现在海水鱼有20个新品种 其中三个是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占了西温注意 这个好厉害啊 我们国内的话有数条鱼上10万吨 两条鱼上20万吨 其中金种上20万吨的一条十般鱼 一条金苍鱼 这两条的第一个新品种也是我们的 在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难题在考验着我们 时间跨度长 资金投入量也比较大 如果要跟大家更熟知的其他行业来比对的话 您觉得这个育种的过程跟哪个行业 他们的一种努力和拼搏有点像 实际上我们下这个行业呢 也好像那个华为 可能有些芯片的研究的周期是一样的 都要付出这么多年的更新 最后终于成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考验您的难题吗 实际上我和你说 做十年八年的研究里面特别艰难 原来都是露天来显示的 我们那边又是台风天 如果是气候不好的话 有时候可能种虾都会死光光的 所以这种第一个是台风天 就冒着极大的风险 就科研原材的稳定性 还有一个就是种虾的营养 怎么能够满足这条新虾这块 因为原来我们的新虾呢 基本上都是用这种生物耳料来喂养它 但是我们就感觉生物耳料这块 很多呢靠进口的 或者是自己培育出来的 很多是带那个细径的 带那个病害的 那如果带细径的话 这些耳料呢 对我们的种虾影响会非常大的 实际上那个这么多年 疫到的问题真的不少 在育种这方面 你们会比陈总遇到的挑战更多吗 会更难吗 我们在开展深沿海养殖这个方面 苗种对我们的困扰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在北方海域 它的冬季的水温非常低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 海陆接力的方式去养 真正能全周期的 在海里面养成的鱼 在北方呢 只有现在是许氏平游和卤鱼 在水深比较深的地区是可以养的 其他相对经济价值好一点的 包括这条鱼 这个叫班石雕 这是我们主要的 班石雕 对 这条鱼的 它的养殖的经济价值是非常高 出场价呢 我们现在也能到120块钱 然后您看 这个鱼呢 本身体型也特别好 它的出入率也特别高 它的那个味道也很鲜美 但是呢 它不能全周期的在海里面进行养 春天我们五月份 六月份的时候投到海里面去 到十月份就要收出来 这样的话 它养殖的效率啊 就会降低 我们现在建设了 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 海洋种业的繁育基地 我们叫中国北繁基地 北繁基地 对 也是在多个品种上 对鱼的苗种这块进行研发和投入 不光是石斑类 石斑类 因为我们山东海洋 鸣泊水产呢 它在这方面 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积累 红瓜子斑 云龙石斑 还有老鼠斑 这些它都可以鱼 这些鱼的话 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储备 将来看一看哪一条鱼 在海洋里面 它的效率是最高 然后呢 将来把它推到市场 同样在山东啊 我们就请宋先生来介绍一下 你们部门有没有做过相关的 这些规划来支持企业 第一个 就是加大对现代 渔业中业园区的投入力度 在我们黄渤海新区 在我们木平区 专门规划了这么一批的中业园区 因为烟台现在有六个国家级 税产原粮冬场 有九个国家级 税产总值资源保护区 我们这个宴台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北方重要的海水鱼种的一个繁育基地 这个每年的生产 鱼 虾 被蚤 各种的这个水产标准 大概四千两百亿单位 为我们这个 这个蓝水凉堂的建设 这个提供了中国心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压大了 对这个总业平台的这个投入力度 你像烟台市跟我们 这个中国水科业 华海水海研究所 共建了我们国家 就是国家级海洋渔业 生物 种子资源库 依托这个总值资源库 来研发我们开发 这个适合不同海区条件的 这个域业的新品种 第三一个呢 就是我们也从地方政府的部门来讲 出台了一些涨补政策 来对我们新品种的选域 新品种的研发 进行涨补 主要是做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 我们这个蓝水凉堂建设呢 有很多成就 主要成就呢 有两个突破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实现的 这个蓝色发展空间的战略转换 就是由近岸 近海洋制 像深阳海挺近 第二个呢 我们突破呢 就是大家注意到 我们这个蓝色凉堂建设 不仅立足于国内 我们三百万平凡公里的管线海域 而且我们要例举公开资源 世界上的公开资源 大约有二来三亿平凡公里 这个另外我们 这些年突破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冤阳渔业的突破点在南京临下 南京临下 目前我们国家这个 波劳量打药是世界第二 今次又挪威 随着我们最近几条船要下水 就是从 辽宇 我们荣乘 到连云港 江苏 浙江 这个我们预计在今后三到五年之内 我们这个南京临下的波劳量 可能要翻法 我相信对于三位来说 在育种方面的突破 完成的目标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更丰富了 餐桌上更多样化了 它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去寻求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它的重要意义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那个种业这一块 是整个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最核心的关键 如果是没有优良品种的话 这个产业不能其次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业一定要多元化的 不同的海域 不同的气候 不同的地方 是养殖不同的品种 因为这个森严海洋 这个种业这一块 中国实在是起步比较晚 我们投入到这个种业的研发这一块 不管是大学 不管到高校 或者是企业 我们中国在种业这一块 还是欠账蛮多的 就是说那个种业的基础还不是很好 还好 所以那个我们怎么做些这个企业 怎么在种业这一块 能够描定我们种业这一块 坚持专业专注 去把这些种业那个做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层面 怎么能够支持这些研发机构 这种那个投入的政策 第一的话非常赞同群种的意见 因为的话 这里有非常有亲口的体会 小的时候我们给人家卡帛组 原来我们拿很多钱 要去买一条苗的话 排几个也买不到苗 人家不给你 不给你的话 你的网箱你就没一样 对 那怎么样都逼着你要去做种业 是 如果我们的种业科技 肯定要助力助强 种业肯定要控在我们手上 现在的话 可以做好的时候 要带海水仪的话 我们应该的技术在数学上 我们应该就前列了 也应该就第一了 像东南亚国家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 不出口种苗给它 它起码百分之三十的网箱 就没有准备养了 我们就要供应给它 最烧钱的可能并不仅仅只有芯片 还有养殖过程当中的饲料 因为鱼每天都要吃饲料 它累积在一起真的就是 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投入 去完成的一个项目 对 说到这个饲料的问题 我们来问一问陈总 这个领域有人说 是一个最烧钱的领域 您这么认同吗 因为我们养一条鱼也好 养一条虾也好 实际上最大的成本就是饲料 我们公司自己有自己的研究院 我有七个专业的研究所 特别是那个水产 水产那个虾也好 还水鱼也好 我们填补了国内很多空白 发展海洋一夜也好 饲料矮料 饲料营养 是这个产业里面 那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好像我们那个疫种疫苗 这一块呢 只要是那个孵化技术 但是在养殖的过程呢 精准营养 实际上这个鱼和虾和盐 和小孩一样呢 一定要吃得好 一定要吃得好 饲料它很多很难的问题 就比如每一条鱼 你能不能让它 喜欢撕你的饲料 就是这个思考性非常关键 忧意性特别关键 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海洋营养这块呢 我们和全世界发达国家 比如挪威 比如日本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营养学科里面 水产营养学科和全世界 那个我们起步比较晚 那您在饲料这个领域 钻研的这么深 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 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那个第一个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可习宿可健康发展 第二个那个可降低整个行业的饲料成本 还有降低那个航星的自己的成本 因为为什么我先提到是一个是产业呢 因为一个公司只是考虑自己降板降效 这个公司呢 可能它那个对整个产业来讲 只是自己一个个体的 为什么我讲这一块呢 因为航星一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一个 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标准加服务的这种运动模式 我现在带动的差不多四万家的农户 我们怎么能够让我做四万家的农户 能够降板降效 这是我的 这是我考虑的最核心的观点 对 世界渔业第一大国 如何端牢中国饭碗 向海洋要食物 这个产业里面最核心的基础就是种业 深渊海装备的发展 自我们建设蓝色凉叉 走向深渊海地盆的装复 发展深渊海养殖 有何深意 又将会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为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更深更远的海域 如何培育渔业芯片的蓝海 辽阔的海洋 孕育着怎样的新制生产力 也好像那个华为 可能有些芯片的研究的周期是一样的 耕海沐鱼 建设海上牧场 蓝色凉仓 他们书写着怎样的中国方案 做未来海洋产业的引领证 给凉色凉仓 供应两种凉苗 蓝色凉仓 让浩瀚海洋变凉田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聚制药 喝摘药 对话由赤水和上游 高端酱酒 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关键词 好 在这张图上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关键词 产业链 事实上在建设蓝色凉仓的过程当中 如何形成新的产业融合 如何打造全新的产业链 一直都是我们各家企业 和相关部门考虑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来请三位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新的产业链的构建过程当中 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 实际上这个产业的发展 一定是要有这个系统 那个产业链的思维的发展 那个前面讲到 种业 种苗 到饲料 但是那个最核心的关键 还是要那个食品加工 整个产业链 包括蓝链物流这一块 我的体会是什么呢 这个产业要健康发展的话 一定是在那个食品加工端 就下游这一块 能够做强做稳 这一块才能 现在大家在大屏幕上 看到了这么多 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这当然是已经进入到了 我们整个产业链的 最后一步了 进入到了老百姓的 这个厨房和餐桌 那这个链条有多长 当中包括了什么样的环节 水产和别的产业不一样 水产行业它这个季节特别集中 我们投鱼苗 投虾苗 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 但是收获鱼和虾的时候 也是集中这个时间 有时候 养的成功 特别丰收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能够卖的成功 那个原来我们没有下游加工的时候 流通商就会往实里面压价 压下那个价格 比我养殖户的成绑还低 养的好还不一定赚钱 我也是想通过这种规模化的生产 能够来规避我这种 活鱼活虾这种风险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食品研究院 我们是针对中国八大菜系 中国那个不同的七亿的人那个不同的消费习惯 消费风味来研发这种食品的产品 我做那个海洋牧场也好 做鸡鸟也好 做种业也好 那个离不开 那个水产品的那个精神加工 如果小了这个环节的话 可能我们整个产业都不能健康发展 日本的它是一个老牌的远洋渔业大国 这些年来日本的远洋葡萄产量在大幅度下降 但是它的葡萄船部的技术还是比较发达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个 葡萄渔船80%左右还是木质渔船 所以这个渔船的更新换代的压力还比较大 除了这个养殖给葡萄装备 指望的另一块就是加工 这个加工不光是陆地上的 还有一部分是海上加工 你看这个南京林峡开发 开发出来会必须马上进行初加工 初加工以后再拉到陆地上进行深加工 整个的这个加工技术和这个能源物流技术 还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推动着 一二三产他们的联动 他们的互相促进 实际上在赋能产业链 尤其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探索 魏总在你们那儿一定有不一样的做法 因为您前面已经提到了文旅这两个字 我觉得这个是很让大家好奇的一点 养殖就是养殖 它怎么可能跟文旅又做了一个结合 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更海一号一期建造完了之后 里面有一部分文旅元素 但是我们一期项目是以养殖为主 文旅为辅 由于市场的反馈 对文旅的需求也非常的旺盛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的契机 您看这张图片 周边我们有4646亩海域的海洋牧场 就最远端是我们的一个养殖平台 对 最左端 最左上角 左上角 那是我们一期的三瓣花养殖平台 其实我们周边这片海域 4646亩海域里面也不投放了人工鱼胶来修复生态 让这里面有一些海珍品的产出 还能聚集一些鱼类在这个地方 就具备了我们开展休闲鱼业的基础 右下角呢 这个五角星的造型啊 就是我们开展这个整个文旅业态的 里面有吃住行游购鱼 全部都有了 外侧呢 是有这个演艺的平台 那里面一层呢 有一个科普的展厅 二层以上呢 一直到七层 我们布置有一个海 中国首个海上的这个度假酒店 标准也是非常高 把很多游轮的一些理念呢 和海洋牧场融合到一块 就变成了海洋文旅和海洋渔业 融合的这个一个探索性的一个项目 刚才说到澎湖那里 我们也就一里融合了 在珠海那里的人也喜欢海钓 海上运动 另外第二块 我在海南那里的话 就休闲一夜 休闲一夜的话 我们就种礼融合 就种业 还有能够科普研学 就像每年的话 现在应该有三万个的中小学中 是我们那里 我们给它科普做方面的 我现在在做艺术赛 也在做熟班尼的苏黄赛 熟班尼的苏黄赛的话 也是两千年开始做 可能你们关注的 并不仅仅是广东 是山东 或者是海南 你们已经瞄准了 更远的远方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践 正在发生着吗 世界渔业第一大国 如何端牢中国饭碗 呛海洋 要食物 这个产业里面 最核心的基础就是种业 深渊海装备的发展 自我们建设 蓝色粮差 走向深渊海 一臂的装备 发展深渊海养殖 有何深意 又将会发挥 哪些积极作用 为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更深更远的海域 如何培育 渔业芯片的蓝海 辽阔的海洋 孕育着怎样的 新制生产力 也好像那个华为 可能有些芯片的 研究的周期是一样的 耕海沐鱼 建设海上牧场 蓝色粮仓 它们书写着 怎样的中国方案 做未来海洋产业的 引领着 给粮色粮仓 供应两种粮苗 蓝色粮仓 让厚瀚海洋变粮田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可能你们关注的 并不仅仅是广东 是山东 或者是海南 你们已经瞄准了 更远的远方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实践 正在发生着吗 其实呢 我们航兴国际化这块 很早 中国的鱼业 中国的水产行业 我们是既被走出去 这个能力和实力 现在我们在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这些国家 都有基地 都有工厂 我也是 中国水产鱼业里面 输出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 中国方案 去缠接埃及的 鱼业产业 2015年我们给 埃及政府建了 现在在埃及 也是中东 目前最大的一个 鱼业产业期 就是因为埃及原来 没有海水养殖这个板块 它只要是淡水养殖 所以我们给它 规划设计了一个 鱼业养殖的产业园 还有帮它培训了 一个一百多个技术业 我们实际上 东南亚 包括非洲 这些国家 对我们一业企业 都是一种机会和机翼 为什么这样讲 特别东南亚 东南亚 我做十几二十年初期 它第一个气候好 一年四季都可以染移 第二个 盐力成榜 资源成榜 这一块都非常好 所以另外 我们还可以 在东南亚出口的 全世界 有些国家都是免税的 咱们国家工业基础 非常的雄厚 特别在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这方面 我们可以在国内 利用我们的生产能力 建造出很成套的 很完整的设备 然后运输到需要的 这些岛国和海洋国家去 直接把这些装备 放到那就可以进行生产 它是一个完整的产品 将来我们的一月装备 在我们国内 探索的成熟之后 也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 走向全世界 蔡总你们做了 什么样的一些探索 第二都在马来西亚 还有在印尼 跟古瓜多尔 我们也在国外 已经找得不及了 建我们的种苗基地 为当地的话 提供一些种苗的品种 当国际化的征程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 我想三位已经不仅仅是 参加国内比赛的运动员了 而是进入到了 全球赛场上的 一个又一个顶尖高手 我想在你们的出征道路上 也带上人们的这份祝福和希望吧 蓝色粮仓 应该说潜力无限 既是我们国家 粮食安全的动摇保障 也是我们中国 走向世界 走向远方的 一张亮丽名片 祝愿我们蓝色粮仓的 这个鱼下 献备 游变 全世界各国一名的餐桌 蓝色粮仓呢 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同时呢 也是脆弱性产业 从全球来讲 特别是发达国家 对于漁业 特别是远洋漁业 都给予了大力的扶持 我们各级政府 社会公众 都要给予极大的关注 尽可能的支持 使我们这个蓝色粮仓 建设得更加美好 尽其这个盐材科技和体系的 这个创新 建设蓝色粮仓 为原类提供 优质的海洋蛋白 做未来海洋产业的引领者 我们要在整个蓝色粮仓的 整个发展历程中 贡献我们山东海洋集团的智慧 给粮色粮仓 供应两种粮苗 为国人提供 绿色健康的海洋食品 谢谢三位 你们的愿景 让我们听起来那么的踏实 因为每一个愿景 都是如此的有力量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地 以海而生 向海图强 更是我们发展 蓝色粮仓的提中之意 我们在这里 要再次用掌声感谢 每一位为建设蓝色粮仓 付出过努力的人 祝福大家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